李老师 什么是人的磁场呀 什么是人的磁场 其实人的磁场很简单的 这样 老师今天来给你们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种情况 就是你见到有些人 从见到他的第一眼 你就觉得很喜欢 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觉得很舒服 愿意靠近他 愿意和他交朋友 相反的 又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见到有一些人 从第一眼 你就觉得很讨厌 即便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感觉不是一类人 多说一句话呀 你都觉得是废话 这也叫我们俗话说的呀 不以类聚 人以群分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磁场是不一样的 没有为什么 也没有任何的原因 磁场就是人和人的磁场 是能量的碰撞 它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 我们身上的磁场 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磁场它有一种释放和吸收的功能 如果我们经常和磁场 比较污浊的人事物接触 便会把污染带到我们自身的磁场 如果跟磁场比较纯净的人事物 它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 为什么有些人的思维很敏捷 但是到了某一个人面前 他的思维会突然的错乱或者停顿了呢 因为他的磁场啊 被另外一个人包裹了 他的磁场的功力没有对方的大 所以对方的磁场可以穿揍他干扰他 甚至把他的磁场全部都覆盖了 所以每个人啊 我们要学会净化自己的身体与磁场 如果你不会净化呀 不良的信息累积多了 你的身体会生病的 并且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 比起拥有更多的物质欲望 净化我们的磁场 心灵带给我们的愉悦 才是持久的 屏幕前的你 如果视频你已经看到这儿了 那就说明 咱们是在同一个磁场里的 你们认可吗 订阅留言 老师会回复哦 点赞